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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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來了 求愛其咬漾漾來 安心亞練琴有苦了 那一顆桃花石就是我 啊 那一顆桃花石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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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那一顆桃花石就是我 啊 一顆桃花石出外景 今年兩個人出去就火花石射 肉胸肉背 你還太全套了吧 你還在幹嘛啦 錢包這樣貨 賺大錢又有異性緣 要放什麼我告訴你 它要代表來自於四面八方的財神 林潛的台語叫什麼 藍珊 就會異性藍珊 怎麼嘴巴都抖了 你現在抖了 你自己也不太相信吧 Woo Oh yeah Woo 我已經拜月了 綁紅線還求了平安符 為什麼還是孤單一個人呢 喔 如果你加買這顆桃花束的話 只要88888 保證你桃花朵朵 K 同學來了 神啊 到底還要讓我擔心多久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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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桃花 這才行 安心啊 超招吧 我經驗的 招… 超級招桃花 超級招桃花 超招…桃桃花 她只是有新聞而已 妳是不是愛招 對 妳有新聞啊妳 最近了 怎麼樣 直接沈浸一下怎麼樣 聽一下… 在什麼 天啊 妳兩個中間公開了吧 太明顯了吧 什麼 我不准妳講出來 不是我嗎 還有別人 不是他 是不是輸到我了 天啊 情何儀啊 不是 我已經一二次 妳不知道嗎 太棒了吧 才不是你咧 這不是立東吧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本人來到現場了 妳要介紹嗎 好 本人第一端 大賀 不對吧 公開了啦 就講了啦 妳要公開啦 講了啦 怎麼妳要公開了啦 妳要公開什麼 終於要公開了 確定要公開了 妳確定要公開妳的事情 我跟愛心亞兩個人 對 最近有一出戲要上港 對啊 這麼粗糙的生存狂 不想得一樣 這樣 介紹一下 讓我陪在妳身邊 到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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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是妳拍的 沒有 來 五 四 三 二 行 讓我在妳身邊 那些遊戲呢 我們在1月14號 對 會在Line TV和YouTube 同時的公開 妳為什麼有求救的眼神 妳根本就不確定 不要愛心亞講 2 20點20 愛 愛妳 愛妳 8點20 2020 對 這一次我們跟一個 大導演一起合作 殷正豪導演 殷正豪導演 肆意導演 我們一起看 沒錯 對 我們常拍她的戲 拍她的戲 都會有姻緣 像是最近的那個邱澤跟那個 對啦 就結婚啦 那妳怎麼沒有跟蔡正男友 就是有點飛我這樣 我跟男哥啊 有啊 跟男哥嗎 有密切的互動對不對 有愛 就付女情 不愛 我這一次在裡面 是飾演她的弟弟 妳也她弟弟 對 她的弟弟 她做姐姐 我是演一個直播主 就是有社交障礙 可是我又很喜歡唱歌 可是在大家面前唱歌又會有 害羞 對 然後就是一個追夢的過程 這個戲追起來應該是好看 感動 每一集才5分鐘 就是大家可以通勤的時候 或大便的時候看 泡麵啊 時候了 對 不要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俗稱的 不是 泡麵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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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妳短短 通勤劇 對 雖然時間很短 可是她的後座力不少於一部電影 或一部長劇 唉唷 那這個時間都是省下來 很好 通常看兩個小時的東西 現在5分鐘就讓妳有這個感覺 真的 很划算 大家可以追一下好不好 好 追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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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戲 也跟我們今天主題像 就是說希望身邊有一個人 因為其實不管每個人 都在想要找愛或找另外一半 根據一個研究報告呢 什麼研究 單身者或是感情分手的人 平均男生呢 要25個月就會開始有孤單的感覺 25個月是多久 那那麼久 兩年啊 兩年多 男生大概 女生是18個月 但是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 當你單身空窗到 19個月的時候 我們今天好像來了幾位 單身都超過9個月 歡迎張立東 小優 大陸 劉璇 要怎麼還單身 四位都單身很久了 單身的時間我們先不公布 我們來問這邊的朋友好不好 好…請問他們四位 大家覺得哪一位單身醉酒 為什麼 我覺得是立東哥 為什麼 他只是不想教而已 他只不承認而已 但女生也不一定想要跟他交往 對 攻擊 有夠直接 快40歲 然後他自稱 就是女生會覺得這個 有一點輕浮 輕浮 重點他是很幽默的一個人 這個是沒錯啦 當然 但是他的幽默也是屁孩的那種等級 就是屁孩 中二級 中二級 就是男生屁孩 不是 是他的幽默就是 可能 不是適合每一個場合 我們以前有錄一個很嚴肅的節目 就是演講比賽 然後那邊錄影以前 就是那個氣氛是很ㄍㄧㄥ的 然後現場的女生就問他說 立東哥不然你來一個笑話 就是來就是 娛樂一下 讓這個氣氛軟一點 他就好啊 就來了 就 你們知道什麼先來嗎 雞還是蛋 然後女生 不知道耶 然後他就說 他們是一起來的 不然我給你看 他講的就變態變態的 對不對 我們是有點哲學的 先有雞還是有蛋 對 然後他們就先拆雞 或是先拆蛋 我說沒有 雞跟蛋是一起的 不然你看 不是跟他一樣嗎 不然你想看嗎 我只有這樣 就這樣子 點到尾上去 沒有脫褲子的行為 重點是他的臉很好笑 就是看他的臉就會笑 我認為在座來說 最 單身最久的應該是立東 為什麼 對啊 因為他 他也因為他 因為他最近 他工作量大 工作愛情只能摺衣 沒有 有道理 第二個他的眼神跟他的氣色 有少許的 會不會是使用過度 黑眼圈 我只是頭髮燙壞了 就是頭髮燙壞 你是頭髮燙壞 我剛剛想說你頭髮怎麼壞壞了 他想學我 他都長 他都長 長痘子的 有沒有看 長痘子有沒有 太瘦了 所以他 一個男生如果有性生活的話 是有紅潤的 他臉色蒼白 幾乎都在 這三年都要DIY的樣子 老師的分線太不準了吧 這個你都可以看得出來 我有 抬頭三次有神明 你可以問清楚 我們徵求這三年 有跟張立東發生關係的女生 出來跟我們聊聊天 這麼可憐 氣色差很多了 你看納豆有沒有 納豆 吃得飽飽的 那個血色多充裕 採陰補陽 每天你看 一一比他小那麼多歲 他那個草莓 臉比草莓還紅了 天啊 偷那個照片 對啊 詹老師很欣賞我那系列的照片 好 我們來揭曉一下 究竟四位單身多久 從劉璇開始好了好不好 男生一年多 一年多 很新耶 怎麼可能 妳看起來就是很容易交男朋友的人 對啊 好像隨著年紀 女生隨著年紀真的會 越來越難找到另一半 妳會在乎對方的年紀 也有可能是要求越來越多 但是我必須要說一件事情 我本來前陣子有一個 比較曖昧中的男生 然後想說是不是有可能進步發展 然後那陣子可能工作有出了一些新聞 有一天我在跟那男生看電影 然後Ken哥就打電話給我 你也打電話給他 好棒 這個我要講清楚 Ken哥 在把他喔 Ken哥你太忙了吧 你們要聽我講完 然後 聽他講完 因為我自己也不記得 因為他打給我他就關心我 結果你知道我接完他的電話以後 那個男生 隨時Ken哥在臨時 你剛好在那個時間點 我害的嗎 你要負責 你要負責 他就這意思 詹老師 他這樣算是另類的告白嗎 不是 我覺得他的男朋友有沒有 太小心眼 沒有把這事看得太放大了 我覺得這個是一種告白 他不知道是誰打來的 可是就剛好就是那一天 之後就不見了 之後就不見了 就是那一天 而且Ken哥的磁場很強 接他電話 通完電之後可能就會 真的假的 我會想到別人 因為Ken哥不要接他電話了 誰要接你電話 連接他E-mail都隨時會分手 要注意 你E-mail 他現在已經不管得亂講了 不會太亂講 他在那裡是錄影好不好 因為他會看的 可以為私下聊天喝酒 因為他… 不是 因為Ken哥 Ken哥長得帥 任何一個男生 看到女朋友剛好有聯絡 我告訴你那個促進就起來了 我不會 我不會 我E-mail一定要連我都OK 等一下 你後面補這句話也沒有用 沒有用 對 聽句之後再補 好 一年低一年多的時間 大賀呢 你單身多久給我們看一下 我目前是單身兩年半 這麼久 很乾枯 現在在享受單身 還是說想要找另外一半 因為我覺得也是剛剛劉璇講的 你也接到Ken哥電話是不是 唉唷 不要再接 反正這件事情變成都市傳說了 你把後面都沒有了 沒有 都沒有 沒有 當然都沒有 你看多厲害這樣子 食譚也不行 一定也不行 這麼恐怖 你也有我的關係 你最好認識 你也是跟他主持節目 是不是從卡合作之後就 唉唷 K哥 都沒有 你單身多久了 小優 也是兩年 兩年多 而且我跟你講 只有想像中的要來的短 對啊 大概是20年了 然後呢 對 我也很久 因為其實這兩年多 我真的是不停的在尋尋覓覓 我沒有停止過 就是我一直在想說 要認識新的人或是什麼 就有機會了 可是就是常常會遇到很不對勁的 就是什麼 可能什麼有小孩的也不講 有小孩 對 對 還不講 其實我是可以接受的 可是他們就是會故意隱瞞 小孩不一定接受這樣的媽媽 對啊 對啊 小孩得知這件事情說我不要 是這樣子 不要小孩 對啊 不要斷龍魚 男生願意跟你在一起 我不要斷龍魚 是不是 男生願意跟你在一起 男生願意跟你在一起 但小孩就不要 小孩離家住走 沒有...我們就是在一起 你跟他在一起我就跟你斷絕 對 斷絕不止關心 妳就不行 不要亂講話 我是可以接受的喔 先跟觀眾講 如果他的小孩已經50歲了 這什麼變態的故事 不好意思 但他用五千 他用五千房子要給妳這樣子 他要跟誰在一起 他小孩50歲了 他用五千房子要給妳 他重病纏身可以嗎 重病 老師不要這樣子了 可能是張老師其中一個 自我介紹吧 但我要講 因為我上一個命理節目 結果張老師鐵口直斷說 一定 我們就來看 好 張立東 三年多 三年多 妳要不要講 妳單身30多年還好 對啊 妳要不要說 妳母胎單身好了 真的 真的很久 怎麼會那麼久 因為我 等於我進這一行 我進的這一行比較 算比較老 我要認真工作 大部分真的都在工作 沒有時間 而且 你單身久了你習慣了 你也比較不會習慣 另外一個人來管你 真的 你就一個人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沒錯 習慣久了就不會想 對啊 好吧 但我們單身了很多 但我們強烈想要招桃花的 那個心也很強 我們問一下外國的朋友 你覺得是台灣人 面對這個招桃花這件事情 是不是很積極 對…台灣人 日本女生都很積極 日本也是嗎 拜月老也好 去那個盛夏拜拜也好 我的台灣的朋友 女生的朋友 超相信算命的 所以她去 她願意去改名之後 馬上有男朋友 然後她順便求那個 減肥的部分 她收下來真的變瘦了 減肥也可以 減肥… 真的變瘦 又有這個秘方 真的變瘦之後 後來結婚生小孩 現在她的肚子裡面 還有第二個小孩 真的超級幸福 但是我聽過 聽到的最可怕的是 就是請師傅什麼寫符咒 然後給符咒給對方 然後讓對方愛上自己 對 我的朋友的朋友好像用這一招 我聽到好可怕 真的 有點怕怕 對啊 好 但是我們今天呢 這幾位單身的朋友 他們其實為了終結自己的單身 出了一些奇招 到底有哪些招我們來看一下 奇招 走 條件你這樣在家 這什麼奇招 這什麼爛字拖鞋 這叫沒招 沒有 我跟 這個我真的超級有感的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開那種聯誼公司的 我說 老同學總要辦買辦相送吧 我就跟他報名 接下來我就去跟他們面談 然後呢 我必須要給人家那個擇偶條件 讓他幫我找 還要給一些相親照 就是要給他那個相親照 相親照 相親相愛照 我都給很 OK 眼很黑的 什麼意思 這太狼了吧 這話術太大了吧 你這樣在長什麼樣子 他就出來 好像針子 不想要讓他看到你長什麼樣子 這個可以吧 是不是不要放名牌包比較好 名牌包不行 名牌包是個問問是不是 是哪一包大家就覺得做這個樣 對啊 很怕給大家一起吃 拜金啦 拜金啦 人家害怕 他購物帶的 我沒想到耶 這個我真的沒想到 因為我想說放一些比較沒有傷害 就不要那種太艷麗的 我就放一些那種 比較清純看海有沒有 感覺就是很清純聞清醒 可是太狼了 太狼了是不是 要近一點 而且不要看遠方 他會覺得這個人一定還好 所以他放狼的 蛤 妳還有定條件是不是 對 我就說那個人站在那邊幹嘛 我要看海 炸掉 好過分 對啊 這時候我就列了 因為那個就是他們的工作人 要跟我那個對我的條件 那個照片好美喔 這是 對啊 你們很過分 鄧隆余 鄧隆余 鄧隆余比較好… 鄧隆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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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好 很可愛 好 先不要看這個 反正我那時候就 妳年收入定了300到500萬 有沒有搞錯啊 沒有 我跟妳講 我這次有先上網做功課 我去查一般的那種 就是可能公司行號 比較高階主管的收入 是這樣沒錯 然後再來是 高階 高階 他失業正在起步怎麼辦 還要花美男 還要花美男 妳真的傻笑 你們可不可以好好了解 對啊 韓團的條件 反正呢 我給了以後 的確我就被打槍了 那工作人員就說 呃 尤小姐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真的很想要把妳消出去 可是妳這個條件都太高了 對 不好意思 可以介紹一下 這個條件的安心亞 妳看安心亞的 比較一下 妳的收入150萬 合理 身高172公分 合理 外型要憂鬱的型男 憂鬱的型男 你那180 她那麼多 她而且 妳看妳說要花美男 她說型男就好 型男分太多種 對啊 好 我改… 我跟你講人就是知錯能改 來…我今天改 下修了 下修我立刻下修 來… 來… 妳的店長連收入都200 我覺得OK吧 她剛進來拿了 200 妳已經對 妳的店長一個月要快20萬 真的假的 妳是不是200 還有嗎 我頂多臉 我啦 這段剪掉… 而且有些學徒一開始 真的薪水超少的 她出塞之後 好 找一個零可以嗎 20就好 可以… 合理… 合理 把它塗掉 合理… 妳也不調耶 妳身高咧 被你們這樣講 我真的身高… 身高18 160 可以… 可以… 不是少一個零嗎 只要跟詹老師一樣高就可以了 剛好OK 然後呢 165… 什麼 五關 五關還在 她沒有少鼻子跟嘴巴 都是 只要有五關的就可以 五關就OK 好啦 心轉念轉 桃花就來了 然後我一改之後 那個工作人員就說 好 這樣OK 沒問題 妳開始按牌相機了吧 結果因為後來就疫情了 然後她就說 大家都說危險先待在家 還在等待… 還在等待 再過幾年 沒有前科就可以了 沒有前科 好 接下來各位 為了脫單還有做什麼努力呢 看一下 各式招桃花求姻緣幸運 只要人家說零 我都買啦 瞭解妳買了什麼 我算是很初階的 就是我那時候 我有聽朋友介紹說 可以綁水晶 水晶就是綁 就是綁在 掛在手上 可以增加人緣或者是桃花 我那時候去看那個老師的時候 老師會跟我說 妳不能直接綁桃花的那個水晶 妳要先沾個爛桃花 他說我那陣子爛桃花很多 那妳就跟我通過電話就 我要幫妳沾桃花 我當時太慢知道了 不要花錢喔 我當時太慢知道了 我就綁了水晶 然後沾了爛桃花 老師跟我說 大概三四個月過後妳再回來 我再看一下 我又回去的時候她就說 妳最近爛桃花的狀況 有比較好一點 可以綁桃花線了 我就又開始綁了桃花線 結果有一天呢 我就跟我爸媽去泡溫泉 因為那個桃花線我就是綁著 完全都不動 就是綁在手上那一種 結果我就完全忘記這個桃花線 我就跳到溫泉裡面 然後起來 我的水晶桃花 全黑了 黑掉了 流氓 然後我今天把它帶來 因為旁邊還有一些銀式 銀式也全部都黑掉 所以全部黑掉 全部黑掉 然後我就覺得心裡好有疙瘩 就是我好不容易長完爛桃花 然後綁上桃花線 結果全部黑掉 那我這輩子還會有桃花嗎 我就再也不敢去看了 我就把它收 因為妳去泡湯了 只是一個暗湯 泡湯 它就是黑了 就是因為原本的水晶 還是會有一點光澤 我現在就整個就黑掉了 而且妳這個又花了多少錢 就是三條這樣子加上斬爛桃花 雖然是初階我大概花 這麼會 一萬多塊 弄個湯就沒了 不是錢多錢少的問題 我今天教妳一個 不用花錢的方法好不好 我們說這個人被 不要花錢那應該不怎麼領 非常辣 妳都不用錢那妳會領嗎 是嗎 這個是古代的 妳要不要多少收一點 不要這樣子 收一點 好不好 就兩萬塊吧 還比人家貴 突然被妳套出來了 OK 被妳套出來了 我們說 他把我 染指 染指就是不好的意思 染指 其實古人在過年的時候 就會跟著媽媽 媚婆 女孩子就會去廟裡面拜拜 有沒有 他們就會把他的小拇指有沒有 只有小拇指染成紅紅的 染成紅色 染指 染指求情 然後媚婆都帶著他 東逛逛 西逛逛 交代立東啦 或交代大賀好說 你看啊 今天跌幾分 那個小拇指來了 他是代字歸宗好不好 他染那個指 你看他 染那個指就是沒有結婚的意思 所以傳承到現在 你掛紅線什麼水晶我都尊重你 如果預算不過的話你就 染上紅色的指甲油 其實在過年期間都是加分的 男生也可以 男生也可以 男生古代別講男生 所以小指就要左右手嗎 兩指都要嗎 兩手都要 這個代表生殖生育性生活的意思 也代表提升早生貴子 五指登科 我下禮拜要去做指甲 就是做紅色的就好 你們都喜歡全部都染對不對 那就感覺他力量沒那麼強 只能一隻 一隻小拇指 對 染指求情 OK 好 大家也有用過這種招桃花的東西嗎 玉婷 我桃花很多我是不想買 但是我朋友 有這麼大招念喔 但是你現在年代 你只能講這句話 他還在生氣 10年後頭髮有很多 一次大概 一次大概最多有幾個人追妳 我那時候國小的時候 國小 那不用講啊 國小不算吧 國小不算講現在啦 沒有 我國小在收超多情書 一整代的那一種 現在咧 現在 你到底是 發訊息 發訊息 通常會有幾個人追妳 現在 好像沒有 真的沒有人追喔 你那個笑沒有化解妳的尷尬 對啊 更尷尬 對啊 但是我朋友就是有買那個水晶 水晶的手鍊 他是說他的師傅是專門看他 什麼深層八字設計的 也是1萬多塊 他是可以招桃花跟財運的 那時候我就跟他出門 我就是打扮得很漂亮 他也沒什麼打扮 就有兩個男生來搭訕他 對 兩個男生 到底幾個 兩個男生來搭訕他 他們就根本都沒看我 他們就是 搭訕朋友 因為他有帶那水晶 對 因為他帶水晶 還有一次更誇張的是 我們去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買飲料 到底是什麼店 便利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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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利商店買飲料 我個人是不喜歡發票 我就送給他 結果他 超帥 那應該要分禮才對 他可以跟他拿 便利商店 就是那個水晶手鍊 財運 就是有用就對了 對 有用 都很好 我跟你們說那個水晶手鍊 那都是小小 真的是入門的 我們都小時候才會帶 我跟你講 現在要 就直接要一整棵的樹 那一棵桃花樹就是我的 這棵 開場那個 開場那一棵 我以為是道具 妳有遭到嗎 那兩年多 我跟你講 這一棵是我那時候 這算小欸 小優 小優 小優剛剛真的快嚇瘋 對 對 她真的快嚇瘋 對 她真的快嚇瘋 她臉都紅了 殺到臉都紅了 妳看那臉好超猙獰 也有去的情緒 又變鄧龍魚 我們可以幫妳再節目了 變鄧龍魚 妳嚇到的時候會現圓形 對 會現圓形對不對 那個很貴嗎 這廚房妳招到了什麼 妖怪都是這樣 妳看妖怪 妳看妖怪 現圓形好壞 好嚇壞 繼續 怎麼可以這樣下來緊啊 好啦 妳說 妳說啦 快尿出來 露尿 沒有露尿 沒有露尿 反正這一棵樹呢 是我那時候去一個水晶店 然後我呢 跟劉璇一樣 本來只是想要找一個粉晶啊 手環的 因為那間水晶店好像滿有名的 然後結果我走進去我就說 他就說妳想要招什麼 老闆娘就是那種 感覺很厲害的 我就說桃花 桃花 他說 那妳看這個都是小東西 我叫妳看個厲害 他就叫我買這棵樹 他說因為呢 其實水晶只是幫妳吸一些些 可是樹是直接幫妳養 他幫妳養桃花 然後 對 然後像這個粉晶呢 你都要常常去撥弄它 然後我都把它放在我的床頭櫃 比如說我有什麼飾品 我也都掛在上面 讓我的飾品去吸它的桃花器 對 然後呢 妳這顆買多少錢 3到5千 我忘記了 因為我跟他殺價 他原價是好像5、6千 反正那時候 我就這樣子養養養 但是喔 我是雖然那時候 真的沒有到什麼 有很多人追什麼 我那時候 欸 超誇張 我擺在家裡喔 開始那個活動一直打來 喔 對 然後我才擺在我床頭櫃一個月 我那個月接的那活動 真的 我平常沒有那麼多活動 我老實說就是只有通告 但是那個月爆真耶 我嚇到耶 真的 然後我後來就是所有 比如說我這種戒指啊 要掛上去是不是 欸 卡了 哇 妳先更醜了 妳不要做什麼 謝謝妳好了 我只是說 就是我就會把我的飾品 都擺在上面 讓他去吸他的氣 這樣子我出門 就會帶著我的飾品 也把這個氣帶在身上 對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是增加人緣 那樹在愛情當中 舞型當中 樹代表批音 代表成長 代表綠綠盎然 草木皆茂盛 也是加分的 最主要是 賣給他的那個老闆 可能他的背景啊 財富還不錯 所以你買這個樹的這個人 如果是名師法王高升富商 或是有品德的人 你跟他請這個樹 這個源頭是加分的 像我最近在跟某首富 要一個紅包簽名 不知道要不要得到 如果要到的話 我就把它好好的 放在我的保險箱裡面 以其他給你100萬 不如他給我100塊 分給你 簽他的名 把它放進去感謝他 是這樣 像以前有個王擦陽 就是給我女兒一個紅包 將近10萬塊 我就把它存在我女兒的存款裡面 一輩子不愁吃穿了 OK 好可怕 你不是吸他的氣 你是吸他的氣 真的欸 我們那個什麼TVBS 有一個攝影師 我們就大家出去出外景 晚上就會玩牌 玩牌我就輸錢給他們 我上次輸了一個200塊給他 我就拿那個我錢包一個 新超的200 他就把那個就一直留在身邊 一直留著 他沒有花掉 對 他後來就玩股票 是不是 他幹嘛還謝謝 他把那張錢就表背起來 表背起來 跟我說謝謝我這樣子 對啊 就被他吸走 我自己算沒換車 所以 所以憲傑說你是有錢人 因為納豆 其實氣不錯 納豆本身又得獎 又有名 對啊 你們三位都非常有名 又有智慧 拿你的東西 有點誇張 現階段 你們的東西是如獲至寶 你們沒有紅之前 如果這個人日落西山的 丟掉 不要 我會努力一直紅下去 不要被你不一樣 對啊 這個是密法 照我學一下 張立東有用什麼樣的東西來做 他們前面有用那個什麼水晶 樹 樹 那個都是大概幾千塊 或是一兩萬而已 你不為了要脫單 我是下重本 憲夫就對了 滿厲害的 我直接把我們房子客廳的那個主牆 打造成我要脫單的牆 什麼牆 脫單牆是什麼 這一個就是我的主牆 這個叫什麼牆呢 這個是兩隻鳥這樣 這是大理石啊 兩隻鳥 這個是對稱的 所以這個叫 這是兩隻鳥一對比翼鳥 不是大蛋裡頭各自飛牆嗎 是 他們要飛向一個字 你看 原來我看到這邊有一個東西 那這一隻呢 這個是飛向 是 所以你們會嘗向幸福的終點 可是幸福不是那樣不好嗎 他不是 那個黑的黑不是死亡的鏡頭嗎 不是啦 生命的黑洞 不是 這兩隻 然後他們 因為你要找到這個 對稱的這個圖外 我可以花不少錢 因為這兩塊拼在一起 所以你要找到兩個對稱的 其實要花非常久的時間 跟難內 不可能 花了多少人 幸福是無價的 這一片 花了我50萬 50萬 你怎麼這麼好 假的 大理石要 大理石有這麼貴嗎 那是最貴的 要找到對稱的還是怎麼樣 你用對了A沒用對了B 就是說你的方法用對了 用對B是什麼 他這個圖騰有沒有 我裝B 這個圖騰我告訴你 一定是幫助你住在裡面的人 這個圖是忘到事業 但不是忘到愛情 因為要成雙成對 它裡面就是三隻大鶴 三隻大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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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這個也算 對… 所以對你的事業是加分的 但是對你的愛情來說 我感覺上是 OK 而且是放客廳對不對 對 客廳代表千客萬來 貴客一門對不對 希望有好伴侶來陪伴你 這個是 我不能說對愛情不好 對事業是加分的 但是他這個圖騰 我遠看照片 我都覺得很像壁紙貼上去的 對 你這個算客氣了 真的嗎 我有一些討厭的朋友 嘴巴比較賤的 對 走進來就說 哇 你這個 很像那個什麼 喔 很像 擺個水果 擺個蠟燭 好朋友 中間擺你那個照片 對 就追溼了 欸 有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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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直接翻到你家客廳 你叫像 這是在客廳 這好 好啦 好啦 欣妮怎麼樣 我要來分享 雖然我是裡面 目前戀愛LNG中的 可是我之前也曾經 感情空窗兩年多 在那兩年多的期間 我去四面佛求了很多 有關昭桃花的佛牌 然後我裡面就有求這個 人緣膏 人緣膏 就是可以拿來 就是要擦額頭 還有臉頰跟下巴 有 這個我那時候也覺得 那味道是什麼 那味道它是花香 而且那時候就是 師傅有跟我說 你可以擦嘴唇 可是我不敢擦 然後我蠻想要給利東哥擦一下 喔 喔 對啊 就要傳給你 利東哥可以擦一下嗎 去吸他的性感 吸他的 吸一下 吸一下 吸他的 擦一下看看 擦得起吸走 你擦了又有什麼樣子的 那他這有一隻魚喔 人緣魚 真的耶有一隻小金金色的魚 比較像人面魚 魚肉好吃喔 好 然後 你幫他擦 擦在額頭上 好 還有咧 下巴也好 你就會說你喜歡我 不行啦 所以這樣就會 對 就是 你等一下今天晚上回去 可能就會有很多女生密你 哇 哇 哇 但不會是你開的小帳吧 好 謝謝 謝謝 好 大家還有沒有知道什麼樣 現在比較流行的交友 或者招桃花的方法 小優 好 因為剛剛大家都交一些 可能需要花錢的 我們教大家不用花錢的方法 掌心寫名字 這個小時候很 名字要上面再保帶頭 是名字 對不起 名字 然後呢 反正呢 這個我先跟大家講 就是小時候大家 什麼名字 那個是 那個另外一種 就是這個手掌心寫字 來跟大家講怎麼做呢 你喜歡的人是男生就寫左手 喜歡的人是女生就寫右手 是以你喜歡那個人的性別 然後呢 寫了以後你要在那個心中 唸她的名字 然後比如說 納豆納豆納豆 阿堅阿堅阿堅 就唸三次 然後呢 要很誠心的這樣子 然後寫完以後呢 你要把它吃掉 這樣 阿 好 吃掉以後 是Kent的名字 在一起 他在告白 他在告白 哇 誰叫你要摔我的桃花樹 MG 沒有摔到啦 所以上面寫 寫這樣子 對 你要寫你喜歡人的名字 然後你要這樣子 心中默唸她的名字 然後你要很誠心的 然後再把它吃下去 天啊 什麼東西 你到底喜歡上它是不是 蛤 我身上怎麼會有燈籠魚 燈籠魚味的 燈籠魚味的 進入燈籠魚的身體裡 你被嚇了 海鮮皺了 你就會開始覺得我很漂亮喔 什麼東西 你會開始覺得我很漂亮 真的 聽不懂 其實我一直都不覺得 小優長得不好看 她只是怪而已 怪代表有特色 怪怪也可以有美少女啊 對啊 只是因為你是怪怪少女而已 怪怪少女 有少女很好 也是有自己的魅力 看相不相信啦 還有其他的方法嗎 錢包不要有零錢 錢包裡面不要放零錢 為什麼 像我本身 怎麼用的零錢 錢包不就是放錢的嗎 沒有 像我本身你看 我有錢 鈔票嘛 可是 怎麼帶那麼少錢 我不會是 我不會有零錢的 那零錢放哪 要零錢咧 給別人 找錢的零錢咧 他都不用找啊 你都不放 不要放錢包 不要放錢包 對 其他地方可以 因為呢 你身上零錢的台語叫什麼 藍珊 那你如果放藍珊的話 就會 藍珊 藍珊 藍珊就對了 我嘴巴在抖了一下 你自己也不太相信吧 我跟你講 真的有 因為他這樣講的時候有一天 就剛好就是第一天 我不放零錢的時候 我們就一群朋友出去 裡面有一個我覺得 長得還不錯的女生 這樣我們就說 路上因為有那個 在賣那個愛心餅乾的 他就說玉寶 我說那時候展現愛心OK吧 他就說多少錢 一包五十 我拿出來 我沒有零錢 我就身上只有1000塊 我就說拿去 不用找 真的假的 剛好也是這樣這個契機 然後買完之後 那個女生就突然 妳好有愛心喔 她開始跟我聯絡 我覺得妳所有的故事 都在炫富耶 沒有 剛好就是 選擇沒有零錢OK 她剛好就是有這個時刻 但是沒有零錢這個 我也聽說過 你錢包也不要有發票 對 為什麼 有些時候就順手 我們都放 我們都放發票耶 發票也不行 要放什麼我告訴妳 來了 要丟黑卡 黑卡 五個國家的鈔票 它代表五行開運 來自於四面八方的財神 過年期間到廟裡面主廬過火三圈 祈求遠方財四處財 再把這五張不同顏色鈔票 再放進去 所以我這一層是放開運鈔票 這一層是放真正要用的鈔票 怎麼會這樣 有沒有 是不是感應到了 有沒有 五個國家的 對 這好像真的可以聽她 因為她蠻有錢的 她真的賺很多 我要去換 好厲害 大家覺得說我可能離題了也不是 因為你有了錢之後 你就可以裝扮你自己 或是說 可以買更多喜歡的禮物 給心愛的人 桃花自然就會 其實 這個在國外也蠻有道理 也曾經聽說過 她會覺得 比如說 或是很紳士 穿西裝這種出來 她會覺得說 你如果帶鈴錢的意思 有那個鈴鈴鈴鈴鈴鈴的聲音 她會覺得 不優雅 不紳士 她會覺得沒有的話就是比較帥 對 就是比較正式嘛 OK 也有道理 所以她長得很 如果有時候叮鈴鈴鈴 她長得很帥 我百思不解 為什麼賈斯汀會 單身多久 我後來感 我剛才直覺就是 阿妹 什麼 我保佑你 謝謝 你把她這樣 所以她是 她是要來幫助別人 就給她感覺是太 太好 太完美了 今天有老師 老師可以幫我們 稍微分析一下 對面的思維 哪一位可以不用再這麼努力 因為她可能 她不用 就完全放棄 妳先好好想工作就好 不是說最容易脫的是 很難的是不是 難的 老師你選一位 我馬上用最快的方式 跟她做分析一下 這裡看起來 我目前來看 立東是農曆八月生的 在新的一年八月生的人 就是 她可能在外地拍外景 會被狗仔偷拍 我提醒妳 對我說話會印證好不好 但偷拍不是壞事 就是妳這桃花在外地 妳情不自禁 到了離開 到中南部就開始 浪漫 浪漫起來了 我提醒妳好不好 浪漫起來 妳真的這個小優有沒有 對 妳真正的大桃花是 就真的只能明年對不對 明年 明年是2022 明年2023 就像農曆 農曆 農曆好不好 現在是2022的話 今年妳的桃花 離譜 離譜 妳今年的桃花好不好 就是指朋友的喜帖很多 諸如此類的 或是跟朋友 朋友談戀愛 她旁邊沾一點喜氣跟愛情而已 但是明年妳的桃花 會很多人主動要追求妳 今年先好好工作 我是讀妳2023有沒有 結婚的機率非常高 非常高 好不好 能耐心 恭喜 我要先趁過這一年 先努力工作 小燈農曆 菁姐先破產 對啊 妳就是2023年趕快去海洋世界去 讓人告訴我 那這裡頭小賀有沒有 是農曆11月生的 是 祝我自己好不好 妳今年的那個 露體桃花很猛 露體桃花 露體桃花 她靈魂了 她只要 她只要 她只要腿一張開 結果很多人就上來這樣 對 要到底想逃 就是那種叫做 一夜情桃花不會一定有 OK 一定有 那就屬於 你腿開幹什麼 你腿開了嗎 你腿開 叫做 她今年 今年叫做 就是一夜情打了就跑這樣子 那這裡看起來 劉璇的話 她本身我覺得 因為她沒有結婚 所以她今年 今年整個來看2022的話 我會認為 桃花還是很旺 那追求你們的有沒有 記得 追求你的人 他不見得想跟你結婚 只想 也是肉桃嗎 肉桃 肉桃類的 就是類 想跟你那個那樣子而已 那這樣他要不要接受咧 這是肉桃他需要踩下來 如果 如果你要聽講真話的話 如果對方條件真的很好的話 心一狠 她如果真的要跟你結婚的話 就跟她生個小孩子再結婚 因為幸福的婚姻 如果沒有一個小孩子陪伴的話 有時候比較會擔心變化太大 OK 恭喜妳 我們懷孕的機會很大 恭喜 懷孕機會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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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優是2023 安心啊咧 安心啊 农曆嗎 那幾月 農曆八月 八月是不是 喔 幹嘛 你 你好好算好不好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再表演 你不要再敲了 憋大哥才不開心 不要敲 戴個摸摸壞掉 晃動幅度好大 哥家裡也沒有錢啊 你要記得一件事情 你絕對不能跟張立東出外景 會出事情 為什麼 跟立東去南部出外景被拍到 我告訴你 那個平常看得不太順眼 可是今年兩個人出去就火花四射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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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心啊 張立東 對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吧 這是很危險的事情 OK 千萬不要 比如說他拍戲拍到中南部去 然後剛好碰到張立東軍 只要離開台北以外都是危險的 各位觀眾朋友 如果你是農曆八月生的 在2022叫做遠方桃花 異地桃花 異地桃花 異地 當然因為現在疫情不能出國 所以屬於中南部 南北部的意思 尤其你碰到 對方又是一個異地桃花 兩個人 恭喜你了 恭喜你了 而且回台北 回台北之後 而且回台北之後還 顧莊座不認識 這個好 好浪漫喔 他不用負責任 立東是你最想要的啊 不錯 而且他們 他們在台北有沒有 就顧做政經好像很 一本正經 一本正經 很像文青的感覺 一離開台北以後 肉圈 肉背 熱褲什麼都來 內褲反穿了之類 對… 他演太全套了吧 你在幹嘛啦 他演太全套了吧 他演太全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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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大概 這種感覺耶 很玄 很玄 立東要注意 立東是貪狼心化技有沒有 2023年有沒有 2023 單眼乖一點 那要小心一點 你要化解不用問我 前面可以一直出外景 可以 你要自己多做祈福 多做善事 跟老師一樣多做善事 多祈福 好… 不是被仙人跳 就是為情感傷 抑制消沈 甚至於有一點厭世法 想不開的 這邊注意也很重耶 也很注意 因為被仙人跳 她是非常專情的人 但是因為多情總被無勤勞 仙人跳或是為情憔悴 她是一定這樣子的 一定這樣子的 好啦 我覺得她是一定這樣子的 一定仙人跳 我們今天是這樣 就是說真生的 就是希望大家 還是可以保有著一個 是 比較正面的心 而且狀態好就會照來 花若盛開 蝴蝶自來 對啊 好不好 祝福大家都早日的 有好音樂 可以脫單 謝謝 讓我在妳身邊 好 是的 謝謝 讓我再兩拍三個收看 好 謝謝大家 漂亮喔 Bye